老师他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应该照那个云形线长 那特别注意 请你这个时候先做出来 按Enter Enter之后才是问你路径 所以你要先Enter之后 再来修改路径 你不要一直在找路径 一定找不到 你要Enter之后路径点下去 接下来的话 他会问你轮廓在哪里 你就把轮廓找到 再点一下 出来了 真的是 如果你长出来像这样的话 那你就成功了 那最后呢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再试试看把它挖空 挖空的话 刚刚有同学一样包刻 慢慢来包刻 其实包刻我顺便讲一下 很简单 点一下有没有 选3D选他 然后他会问你说移除面在哪里 如果我要这边挖空的话 请你怎么样 点一下他 点一下他按Enter 他问你说薄壳距离 要挖 剩下壳距离多少 1好了 1Enter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帮我挖动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你电脑会计算的时间 会比较久一点点 并不是说呢 他当掉或怎么样 因为他现在在计算 你这个要怎么挖 他现在正在挖 可是挖的有点久 因为他在计算 OK 还在跑 那挖完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边缘 剩下就是怎么样 就是挖空之后的样子 OK 好 那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有点难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最后挖出来 刚好挖完 画面再借我一下下 我来看一下 挖完就是长是这个样子 1有没有 挖这边挖完这边 这边还有对不对 你可以再挖这边 他不会提哦 不会 他只会穿一边 另外一边你还要再另外一边再挖一次 他中间那个会穿 就是他你挖移除面 除非他问你移除哪一个面 对不对 你要移除这个面 他就挖这个洞 你也可以挑两个面 一个面 两个面 他两个会一起挖 所以他不是实体的这样挖的下去 是啊 是啊 所以你最后你可以按SHIP的键 有没有 这地方有没有 你SHIP的键 按住不要放 有没有 他里面是挖空的 而且是挖到哪里 挖到里面去 只是说这边没有挖掉而已 没关系 这个薄壳部分 我后面还会再说明 我们后面还有范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哥们 谢谢大家